近期受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 许多公司选择线上办公 以此减少对业务正常运作的影响 有数据显示 仅在国内就有近千万家企业 近两亿人开启在家办公模式 远程办公的火爆传递到了资本市场 美股视频通讯公司Zoom 自一月底至今累计涨幅超过30% 今天小虎就和大家聊聊 远程办公的那些事 有一个说法 2003年的非典造就了电商 今年的肺炎疫情或将成就远程办公 在延迟复工的背景下 百度数据显示 远程办公搜索指数上升超五倍 不少办公软件也迎来了高峰 过去七天 丁丁的搜索指数上涨5.4倍 而企业微信也上涨2.7倍 就连海外远程办公产品Zoom 也成了明星产品 搜索指数上涨5倍 除了本次疫情催生的需求外 近年来全球视频会议系统市场持续扩大 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 属于快速扩张的阶段 今年有可能会迎来一次较大幅度的增长 据IDC预测 包括视频会议 内容共享等在内的远程办公市场规模 将在后年达到430亿美元 从行业地位来看 视讯赛道是远程办公最核心的戏份领域 在未来 随着新设备和智能云服务推动视频 成为首选通信方式 四年后 全球视频会议相关设备预计出货9800万台 视频会议市场规模会达到155亿美元 资本市场也将目光聚焦在远程办公行业 Zoom作为视频通讯领域的代表性上市公司 一周之内市值暴增三成 那么这种上涨能持续吗 目前全球视频会议市场的主要玩家有 思科 保利通 和华为 与这些龙头企业相比 Zoom的市盈率高得离谱 通俗来说 就是公司股票很贵 另一方面 从公司业绩来看 营收85%的增速固然不错 但从长期来看 增长率的下滑速度 令人担忧 尽管在云计算的加持下 公司的发展前景被业内人士看好 但这一领域仍有其他强劲的对手出现 长期来看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这一挑战将会持续存在 更重要的是 Zoom很难从这次远程办公热潮中 分到一杯羹 尽管公司80%的工程团队位于中国 但在亚太市场的营收占比 近为8% 而在国内视频通讯领域 华为的市场份额连续多年排名第一 紧随其后的包括苏州科达 世联动力 博弈 斯科等 Zoom作为新生力量 竞争力较小 此外 Zoom还一度面临个人隐私问题 去年有人发现黑客 能利用客户的摄像头 通过网络秘密监视他们 虽然公司声称问题已经解决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再一次的黑客攻击 对公司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 短短的股价上涨 或许只是疫情消息叠加刺激的结果 远程办公技术早已成熟 此前迟迟未能普及 主要是受传统管理模式 和实践中团队协作问题的挑战 经过本次疫情 行业有望迎来大发展 而5G时代的来临 或许是一个实现弯道超车的好机遇 我们共同期待 2020年成为远程办公元年